香港的地方大家可能有听过 一出地铁好多广告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都是美容师在打 那大家说打雷射就像打电动玩具一样啊 真的吗 坊间美容疗法五花八门 民众爱美又想省荷包 一不小心落入广告陷阱 皮肤可能越弄越糟 非医师的人员打雷射的时候 有时候连我们所谓的病人 他本身的身体状况都没有了解 贸然施打雷射可能产生很多并发症跟副作用 这些都是我们医师可以避免的 打雷射要找专业医师 有网友分享禁肤雷射很安全 每个礼拜打连医师看了都摇头 这个雷射它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破坏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个时间 去做一个新生跟修复 那至于那个频率的话 我一般还是会抓四到六周 网络讯息真真假假 皮肤科医师直接分享懒人包 为民众解惑 中华民国美容医学医学会 创会满30周年 特别和凯博大宽品合作 制播12集黑衣美好辣 谈话性节目 包含医美知识 流行美学到星座为整形 内容丰富多元 我的弟弟就是天秤座 他到现在这么老啊 还每天这样 我不能容忍我一天不帅 我觉得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要爱美的层次 到底要是多高 我真的不懂 所以你刚才说他老是可以的吗 其实他50岁了 不好意思你说了 你负责 所以我知道我几次了一堆 用幽默对话探讨时下医美关注议题 全新医学未照节目 将在三月份正式开播 势必掀起另一股讨论热潮 记者综合报导